繼續有得去賭場 不過最新的消息就是講到 賭場都會停運7天 停運7天之後再觀察疫症數字 即是當局再做一個新的判斷和決定 剛才版面都見到 澳門賭業股相關都跌幅6-9% Arnold 你如何評估接下來的走勢 會不會都是繼續大幅向下呢 大幅向下 其實先看你經歷完 你現在又會大幅向下 之前亦都大幅向上 主要的問題其實在圖表上講 你看回六月尾那段時間 澳門博彩股的升幅上 例如開龍頭銀魚上面 比較穩健的銀魚上面 一樣的 由40元升上來 當時就是內地 將防疫措施在隔離時間上 由十幾天改到七天 是 那些狀況大家就衝上來 好像是即將通關 第一方面 先不要講最新的消息 你都未見到任何通關 第二方面就是最新的消息 你短線想都不想通關 上去都不能去 所以導致到股價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獲利調整在 其實只要你不是在升上來 才去追 沒什麼問題 在之前那些過一年的低位 在四十多元左右 在這位置拿著很多股 或者你拿了很久 沒什麼分別在 短線是不遷就的 有些消息 但你又想想一下 現在跌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又很害怕 過完七天之後就清完零了 就上去 它又有機會上去 但每次上去之後 可能之後的確証數字 又爆上來的時候 又會陪下來 所以未來這些股份 我覺得走範圍 只要有一個股價局居多 大聲勢 不會在短時間內出現 但你又有問題 就是當如果內地方面 防疫政策都開始有轉變的時候 那個辦法又會有機會好一點 但問題的東西 未完全轉回 即現在都是隔離七一 如果你看澳門的確証數字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也是剛剛今早做節目時 才嘗試去查的 好像都是一千多重左右 對比整個澳門的人口上面 一百分之都沒有 所以就算這次被你清零也好 你之後都一樣有機會爆 但不代表之後 每次都一定要停掉 那些防疫政策是會轉變 譬如就是之前 由十幾天轉到七天左右 但那個過程一定是漫長 所以這些辦法 你強行去高追 如果你強行高追在這些位置 你要投降之先 再找我去買好過 但如果你說 我過去這半年的策略 都是說銀魚這些 四十元可以賣的情況下 有什麼所謂 有個大把利潤手 只要打回圓營 我的角度就是這樣 正如剛剛所說 市短線都是差的 短線這些跑輸大市很合理 今天有這樣的消息在 如果它反而升的時候 我就要想想怎樣分析 跌方面 我覺得第一方面 你不要強行那麼心急去接住 第二方面你有貨的 想想自己什麼位置 買那個態度是怎樣 如果你說抱著一些中長線投資角度上 OK的 但如果你短炒的話 穿44元 這些平均移動線的重要位置 又穿了的時候 那就先走 44、43這些位置 就是一些短線防守位 但你問我中長線來說 這本房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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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